台东县地势狭长影响族人就医的困难 由于南回医疗资源不足 如需转院后送到高雄或是台东市区 路程就需要花上100公里以上 而南回公路上蜿蜒齐驱 也常因为台风过后所造成道路上的土石崩落 其中断造成族人延误就医 行政院卫福部所规划的南回旧部医疗中心 警民间所要推行的南回医院的进度如何 是否真能解决目前族人面临的 就医及医疗人员的困境 请锁定部落大小生